对 那个 我和盛伟 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呀 我们推荐李京老师 做优秀家风 好演员 推荐他 为什么 因为他演大 不是 他是演大有神 他也不挨着 他是那个乐于助人 有一次 他们家那电梯停电了 小区 全没电了 他帮一个大街 把一袋面扛楼上去了 扛楼上什么 导演那是八楼啊 累得李老师演珠子 都快掉下来了 人家生活作风好 您就得评选他 对对对 我看你多少回 我还知道一个 导演我是盛伟呀 我还知道一个 他们小区啊 里边有好多 那个流浪猫流浪狗 我经常看见他 买一些猫粮狗粮 去喂这些小动物 我问他为什么 他跟我说了 他说这个爱护动物啊 是他们家从小就这么灌输的 这就是人家的好家风啊 对呀 选李晶老师是这个特别合适 没错 没错 改了 我不是义务演出三十场 不是 三场啊 三场我们俩也不 哦 啊 还补贴三千块钱 哎呦 爸爸哎 哎呦 导演 导演 哎呦 什么 您再说一遍 您没说清 三场给三千块 哎呦 李晶不合适 李晶哪儿成啊 他有问题 他 对对 他帮人扛面 对他是 你知道他为什么帮那大姐扛面吗 哎 他看人大姐长得漂亮 导演你知道 关键是人家大姐丈夫一出差 他才帮人家扛面 一出差就帮人 导演 我不是吓唬你 他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要选上他 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 对对对 确实是不能选他 不不不不 善良 他可不善良 是他是为他们那个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 您知道为什么 他有个亲戚 他他那个三舅 是卖烤羊肉串的 他就是为把这些小动物喂肥了 送他三舅那假装羊肉 还我还看见干嘛 那肉串我吃多少回了 我告诉你 现在弄得我一到二八月 听见猫叫我想上房 所以您所以导演 您听我的 您得听我们大伙的意见 对对对 咱们不选他 对不不不不 好好好 不选